众所周知 汶川地震过后 当地房屋受损严重 而当地一位村民为了翻新受损房屋时 惊人发现自己睡在棺材上已经30年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据老人介绍 因为房屋受损严重 在翻新的过程中 自家宅机底下挖出一座2000年古墓 老大爷怎么也想不明白 自家的宅机底会有棺材 而且还是上千年的古墓 当众人打开棺果的一瞬间 难以置信地出现在眼前 棺材和棺果好像被什么物质拉住一般 无论用多大的力气都无法将棺材与棺底分开 而且从专家口中说到 这幅棺木还是金丝楠木 十分珍贵 可以说是价值连城 大家都知道金丝楠木是象征财富和地位 那么墓主人究竟是谁 为何能有如此高规格的地下宫殿 当众人议论纷纷时 专家更是传出 棺木内出现一把剑血封喉的宝剑 这让在场所有人都为之震惊 甚至有人说打开棺木时 里面发出耀眼的金光 那么墓主人到底是谁 难道棺材里面装的全部是黄金吗 感兴趣的朋友点个关注点个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在四川的汶川地震之后 当地的人们在这场意外的天灾里面遭遇到了极大的损失 无数的房屋纷纷倒塌 流离失所 在地震过去以后 当地政府协助当地人重建家园 尽快稳定和恢复当地的社会生产秩序 那么在当地 一位农民大业的宅子也因为地震的影响 导致房屋倒塌 眼看着自己的屋子倒塌 于是这位农民老大也决定 就地重建宅子 随着宅子复建的动工 原本这位大业想着安安稳稳地修好自己的房子就行 哪知道 在清理老房子的废墟的时候 施工之中一产子挖下去 地面直接塌陷了 没明白发生了什么情况的众人 立马围在洞口看看究竟是什么情况 只见随着地面的塌方 一个不小的地下空间出现在众人眼前 没明白发生什么情况的众人 立马探头看了下去 只见这个空间里面充斥着不少的碎桃片 碎瓷片和碎木板 明白自己可能挖到什么文物的众人 立马给公安局打去电话 在警察来到现场后 确定这个塌陷的空洞是一座古墓 于是众人立马把相关的情况告诉给当地的博物馆 了解到情况之后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立马来到了现场 到了现场 经过初步查探之后 陶谷队员们确定这个坑洞的确是一座古墓 并且这座古墓的年代还十分久远 从墓葬的结构来看 这座墓葬的墓室里面铺了一层木板 而墓主人的棺材就放在墓室的正中央 四周另外散落着一些陪葬物品 那么如此简单的墓葬形式 如果单单从这方面来确定墓葬的年代的话 难度系数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从商朝开始一直到两汉时期 都存在如此的墓葬形式 但是根据相关的建造痕迹 这座墓葬的时代范围有进一步的缩小 大致为春秋到两汉时期的产物 虽然一时之间 并不能使打实的确定墓葬的时间范围 但是考古队很快通过墓葬的地理位置 对于墓葬的时代 做出了另外的看法 因为四川当年属于巴国和蜀国 当时的先民 比较流行的丧葬形式就是船葬 所谓的船葬 就是把棺材打造成船只的样子 因为巴蜀多雨潮湿 而船葬可以对于渗透进墓式的地下水 实现漂浮 保护墓主人的尸首不被地下水浸泡 而这墓葬明显就不是船葬 并且在发掘工作里面 出现了一些上面印刻着比较精美彩化的器物 不过这些器物上面很多都是凤鸟的图案 凤鸟是巴蜀当地的图腾 这让之前由船葬推断出来的结论又产生了疑问 再看墓主人的棺材 虽然这座墓葬在早年经过倒扰 但是墓主人的棺材还是比较非同凡响 从材质来看 墓主人的棺材是由楠木打造 通过仔细观察 似乎还是金丝楠木 那么用上金丝楠木的人物 都是处于权力巅峰 哪怕现在隐隐约约显示觉得金丝楠木的纹路 也是一具上家的棺材 那么 这座墓葬里面的主人 是春秋战国八国或者蜀国的哪位公子王孙吗 经过了进一步的搜索 在棺材周围 一把被麻绳包裹 但是打开以后还是寒光闪闪的宝剑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这把青铜宝剑造型上上窄下宽 没有任何的装饰 但是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多年 在抽出来的时候 依旧显得寒气逼人 锋利无比 经过一番仔细的研究 这把剑的身份被考古队确定下来 这是一把铲子处地的青铜剑 但是为什么一把出自楚地的宝剑 以及假如墓主人是楚国人的话 墓地却在巴蜀地区 在青铜剑周围继续搜索一番后 很快一块菱形和圆形的古域出现在附近 从外形来看 考古队认定这两块古域是剑柄和剑手 于是墓主人的身份进一步的得到了确定 这座墓葬的墓主人 很可能是楚国前来征伐巴蜀之地的将军 或者有巴族担任的楚国将军 因为楚国人在图腾上比较崇拜火凤 因此墓葬中出现相关的器物也是有理有据 因为在春秋时期的南方 巴蜀地区先后遭遇了秦国和楚国的攻伐 并且巴蜀地区的人和楚国的联系也是十分的频繁 当地的巴族人士进入楚国的军队里面 担任将军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单纯从这把青铜剑来看 这位墓主人也是比较的一表非俗 因为能带着自己贴身兵器 进入自己墓葬的人物也是不简单 特别是这把青铜宝剑上面 还有预制的配饰 这更是一种身份显贵的象征 因此墓主人的身份大体被确定了下来 大概率就是一位来自楚地的巴族将领 但是因为墓葬的年代客观比较久 并且在后世遭遇过一定的盗绝 在整座墓葬里面 对于墓主人和生平世纪的文字性资料 的确存在丢失的现象 而这种情况对于墓主人最终身份的确定 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但是客观的来看 这座墓葬里面发掘出的随葬品 对于当地的文化和史料的补充 却是一个强有力的作证 也是研究先前时期的巴蜀地区和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作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